所以就是我跟OCEF還有就是美軍我們去要做參加這個會議 那因為第二個會議主要是德文我們真的都聽不太懂 所以我這邊就主要跟大家介紹第一個在佛羅倫斯辦 叫做的Impact Scientific Technology Conference 然後它到底在幹嘛 希望可以把國際上對於所謂公民科技的討論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個會議跟GMP討論就跟Manager多比較不一樣 是它的Focus是在研究 就是國民科技我們做這麼多專案它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要怎麼去量測這些影響 那它有共有150個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學術然後公司的人 然後有一些世界銀行或是那個開發國家組織 還有CPJ團隊的體驗聚在一起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有開一個Happ Holder 它是slides跟twick 你可以在這個投影片上找到你需要的資源 然後但對我來說整個看完其實聽完之後我沒有太多覺得很驚奇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們還是問他們兩年前在問的問題就是公民科技真的有用嗎 然後有用又是什麼用法 然後很多公民科技專案遇到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有專案在那裡 但是很少人會去go online voting或是這麼多人參與 那只是今年他們更感到的危機感就是 喔好像公民科技社群做了這麼多 但是這個世界上還是充滿fake news 還是極右派心情 然後大家不相信媒體不相信政府 那到底可以怎麼做 那我很喜歡的是一個世界銀行他們開頭就說到底什麼是CPTAC 他就說呢應該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所有人都可以參加participation吧 或是希望可以讓government可以response 但這個東西是一個很舊的東西 這個是18世紀對一個人發明可以用這個代表某個字母 他們覺得那時候就可以打破傳統的溝通方式 或者就可以不同城鎮之間用這個進行雙下溝通 大家就可以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可以參與到民主裡面了 講的事情跟我們200年後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當時這個新科技出來真的有讓這種美好的民主發生嗎 所以他說與其說去看科技 不如我們要去design 一個怎麼樣的思想讓這個technology 可以actually work 所以一個是他把兩個部分放在一個是怎麼讓人民參與 然後另外一個是怎麼逼政府去做response 然後我後來發現這邊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變團會議主要在談 講CPTAC的時候他是用到兩個地方 一個是怎麼讓collective citizen act 就是讓citizen行動 然後其實另外一部分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在談 怎麼讓政府政策變得更好 那我整理完之後我覺得 其實整個會議裡面談collective action的比較少 就是公民如何自發的在網路上組織起來比較少 有一些研究 但他們更多的是談政府的policy跟service design 就是比如說我政府要大家打疫苗 我要怎麼讓大家都會打疫苗 然後一個80%的人口有手機 可是這80%裡面有50%的人不會發簡訊 我要怎麼把這個科技推廣到這些人身上 然後好像沒有比較好的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會討論公民跟政府的關係 那我這個是希望整理一些大的會議的脈絡 就是到底大家的關係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那所以我們這些公民特技組織到底跟政府是什麼關係 我們是要對抗政府還是要跟政府合作 還是我們在中間一個很暧昧的位置 就是一下跟政府合作 一下會跟政府不衝突 然後還有到底什麼是公民 因為他們發現當公民現在組織起來 不只是去要求政府要更開放 我們甚至要去要求公司更開放 去要求公司把他們 例如台灣的話就是比如說台電的台水的資料 我們甚至要去要求公司開放他們的資料 那另外一個大部分 就是Facebook和Google 就是他們除了He Knows Speech 只有唐鳳四方 不是歐洲 然後又是Public Saturday 其他是Facebook、Google跟World Bank 然後Facebook和Google就是在2016年 美國大選的時候 我們台灣都不知道 因為他只有給美國的User 設計一套專門為大選推出的新功能 希望就可以讓美國選民去註冊去投票 然後他們做Facebook 用什麼六七個人的Team 去做一個User的Study 然後去 欸怎樣可以讓大家願意去投票 然後投票的時候他到底是想要有什麼樣的impact 那Facebook和Google自己都成立 內部有個叫做Civic Engagement Team 然後Microsoft也有 就是現在這些大公司都有一個專門 說要做公民參與的部門 但是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另外一個topic是 我們要怎麼打開這些公司的資料 雖然說他最後說說服打開公司 都有一個理由很爛 就是如果公司只賺錢的話 電話science會不開心 所以你必須要開放資料 讓資料科學家覺得他做的事情有意義 然後或者是開放這些API或者是工具 可以讓更多的層次設計師 願意投入他們的生態系 來作為開放商業資料的要求 那所以開放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在G0D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很常假設公民科技就是要開放 比如說我們做的東西就是要open source 我們開的文件就是應該要 所有人都可以留言 可是這個不是對所有國外的人都是這樣 例如Hive Folder是我們台灣人建的 他們錄影也沒有全部公開 slides也沒有全部公開 很多公民科技設計是說 欸我去然後我問你的需求 然後我設計一套回來 然後再問你說你要不要 你當地的居民並沒有要involve到這個 政策制定或是產品開發的過程裡面 所以open到底是什麼 剛剛美軍講 你們都跳過囉 那所以我覺得會很有趣的事情 也可以讓大家思考 如果這邊有全數工作者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去研究公民科技這個東西 那這邊有一個很常用的方法 就是UX Center 而且他們會做Testing Google就對你做A-B Testing 99%的人使用這樣的介面 然後1%的人是沒有這個新功能的 然後我去測這些人使用的習慣 到底會多少被我改變 然後甚至其他MIT對於肯亞印度 也都使用這種Testing的方法 我去做Control跟睡覺組 去看我的偵測到底有沒有真的影響力 但是其實最後就像這個 他們會畫User Journey 然後這個比較有趣 他們是用那個Beta Mining的方式 把不同的報導的方式放出來 然後就會發現印度媒體報導性侵案件的時候 會說這是犯罪 可是國際媒體報導性侵會說這是性別不平等 所以時間到了嗎 剩一分鐘嗎 但是聽完之後我會覺得 所以到底研究可以幫助什麼 我現在還是很溫厚溫厚 因為我覺得Testing或是一些更大的問題 他並有被回答到 還有就是有兩隻很大的大象在會議裡面 一個就是大家只談到Citizen跟Gothman 很多人都忽略本來的Citial Society 這些跟NGO關係是什麼 或是你要改變政治 你需要跟政黨合作的這些東西沒有去談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Speaker裡面非常少是 從不是歐美中心的研究機構來的人 然後其實覺得是在會議中沒有被討論到的問題 所以覺得這個今天看來在家 是大家覺得公民科技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 他一定要讓open 讓自己參與 然後是interactive 而且必須要是公民為中心的 而不是只有政策 這樣子大家才可以在民主的資金提示之後都可以追快 那就是9月 歡迎大家來現在CPZFest 就是一起討論這些問題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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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